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了 特别是那个建筑材料 简直就是飞涨了 所以怎么样来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特别是在装修方面 在那个屋顶的改造方面 特别要考虑的就是质量的这一关 不能随便去找几个人 找一个屋顶公司来做 你一定要去找一个 有质量保证的屋顶公司 同时呢 也要考虑就是美观大方 在这个基础上 今天我特别要讲的一点 就是你在做屋顶的同时 也要考虑节能这方面 怎么样让那个房子变得更加舒服 就是节省你的家里的用电 节省你的能源 另外让家人住得更加舒服 所以这几点在做屋顶的时候 都可以考虑进去 第一个呢 就是在选屋顶材料的时候 那屋顶材料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要选那个 有节能方面的材料 这样的话呢 跟普通的不是节能的材料 它的温差在夏天的时候会相差很大 如果你选一个节能的颜色 跟不节能的颜色 你手摸上去的话 都会差别很大 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 穿一件白衣服 或者黑衣服在太阳底下 如果你能够晒十分钟的话 那你感觉相差是非常大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步呢 就是在选择那个屋顶的材料 你要考虑到节能这一关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防水纸 它都有不一样的 也有节能方面的 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它的木板 钉的木板都是有那个反光的一个作用 它就是普通的木板 跟那个节能的木板 在你的Etic 房子的屋檐下面 那个温度是可以相差到 华氏二三十度的差别 所以这一个地方 在做屋顶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进去 接下来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考虑到的 就是你可以在做屋顶时候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点 你的Etic insulation 就是你的隔热层 这样可以做到冬暖夏凉 这个一点也是 可以在做屋顶的时候 同时考虑进去的 所以做一个屋顶 各个方面的东西 你都要考虑进去 才能做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 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最后一点我要讲到的就是 太阳能的这个方面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 都开始用那个电动汽车 或者家里的用电量 也越来越大了 所以在做屋顶的时候呢 可以把太阳能跟屋顶一起做起来 而不是说做完屋顶以后 过一段时间再去考虑做太阳能 因为如果你在一起做的话 这样的话会减少将来漏水的问题 还有一个在美观的方面 就是你的屋顶跟太阳能 做在一起的话 中间就没有一个空隙 不会造成以后有可能的那些 比方说那个损坏啊 对太阳能的这里面的电线啊 或者动物钻进去啊 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坏 所以这些因素 在做屋顶的时候 都可以考虑进去 今天我想讲的呢 主要就是这些 把一个大的投资 各个方面都考虑起来 然后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这样才能做到最值得的一个 长远的投资